欢迎来到KK音乐 这就是街五四第三场复赛结束后 刘宪华战队仅剩三人 战队面临被团灭的风险 韩庚战队人数最多被大家寄予厚望 但是半决赛结束后 刘宪华战队全员晋级 韩庚战队却遭遇失利 原本人数最多的战队 变成了人数最少的战队 融合赛 22位舞者晋级半决赛 两位舞者成为一组 跨舞种融合赛的环节 一共有11个作品 韩庚战队有7人 刘宪华战队有3人 两支战队的人数都是单数 所以世界一流战队的李春林 跟态度大师战队的十一合作 虽然来自不同战队 但生活中是多年的好友 李春林和十一很有默契 两人都是编舞师 舞蹈风格相似 跟伊丽凡合作表演 心中的挚友 最终获得70票 在小组中排名第二 两人都顺利晋级 刘宪华战队的卡卡 三和朱涵合作 带来了舞蹈作品 换 获得85票后 顺利晋级 韩庚战队又接连带来了舞蹈作品 时间之外 贺源 却都以比赛失败告终 再加上AC Ibuki在融合赛的失利 由态度大师战队舞者完成的三个作品 都没有赢得比赛 战队的六位舞者被带定 24分钟 抢7赛 融合赛结束后 12位舞者顺利晋级 10位舞者需要参加battle 争取最后的三个晋级名额 马小龙因为腿受伤 退出了晋级名额的争夺 剩下的9位舞者中 仅有小山桃是编舞师 其他舞者都是battle型的选手 王一博战队的步步 张艺兴战队的Popping C 韩庚战队的ACKY 肖杰 石头 AC Ibuki都有机会晋级 根据比赛规则 谁先拿下8分就能直接晋级 但市场上大神云集 谁也不能保证可以拿到8分 同时 谁也都输不起 由于有时间限制 输掉一场比赛 晋级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Popping C在第一轮输给了步步 但是在第二轮上场时 先后战胜了Ibuki 石头 MT Pop 小山桃 获得4分 以排名第二的成绩晋级 Ibuki只战胜过两人 一个是ACKY 另一个就是AC 但是他在AC身上拿到2分 最后获得3分 排名第三晋级 态度大师战队的其他舞者 ACKY 石头都拿到2分 肖杰 AC 只拿到1分 晋级名额有限 态度大师5位舞者参加Battle 仅由Ibuki拿到晋级名额 原本人数最多的战队 经过半决赛后 只有2位舞者晋级 5位舞者被淘汰出局 韩庚第三次担任队长 面对离别 韩庚更加从容 前两季节目中 态度大师都是最早被团灭的战队 第四季半决赛 韩庚战队的整体实力最强 但是经过一场比赛 队员只剩下2人 较大的落差 也让观众心疼韩庚的经历 但是对于韩庚而言 一切都习以为常 队友被淘汰后 他表现得非常淡定 15位舞者晋级 仅有一位女舞者 那就是韩庚战队的Ibuki 回顾第二季节目 韩庚战队的范范 也是最后一位被淘汰的女舞者 韩庚第三次担任队长 他的好胜心不强 战队人数最多的时候 他没有要求战队拿下冠军 队员被淘汰后 他只想在舞台上 跟大家好好告别 所谓成长 不过是面对同样的事情 心境发生改变 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